玉古瑶,是由肖战,人民等主演的古装仙侠剧,该剧是根据苍越的小说《朱妍》改编而来,讲述了孤高清冷的空桑皇太子石影和热情仗义的赤族郡主朱妍,因为一花之恩结下了命结溯源,然后一起守护空桑王朝的故事。 该剧一经播出,就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,拿下了收拾第一的宝座。 朱妍是赤族的小郡主,年幼时的她,因为得罪了秋水而被责罚,使皇太子石影出手相助,并用枯木逢春树救活了她的花。 然而不久,皇太子石影被秋水陷害,她的母后为了保住她的性命,刻意制造为一场大火,让她假死逃生。 朱妍以为,石影是因为替她出头,得罪了秋水,才失去性命的,于是一滴泪落在了枯木逢春花上, 就此成为了石影生命中的一道劫。 既然花可以用术法救活,那么人也一定可以,于是为了救活石影,朱妍开始遍访群山,寻找归人之术, 当得知九一山上的大司命,有可能会这种术法时,她借着祭祀大典的机会,来到了九一山。 在这里,她阴差阳错地遇见了假死的石影,按照命定的结束,石影杀了她方可破局,否则便会死于她之手, 可是动了侧隐之心的石影,不仅没有杀死她,反而还成为了她的师父。 几年师徒相处下来,石影喜欢上了朱妍,可是随着琉璃花剑,朱妍是石影命结的事快要瞒不住了, 于是为了保住朱妍的性命,石影狠心赶她离开了。 离开后的朱妍,喜欢上了芷妍,一个从小陪她长大的娇人,可是芷妍是副国君的首领,为了避免她将来灭掉空丧, 石影直立地斩杀了她,看得石影杀了自己最爱的人,朱妍拿剑刺向了石影。 朱妍以为石影会躲,可是她没有,就这样死在了她的剑下,石影死后, 朱妍才意识到自己对芷妍是亲情,对石影才是爱情,于是以一半的寿命,将石影重新救了回来。 此时正值兵族智者入侵,石影和朱妍一起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, 在她们的英勇反击下,空丧又获得了七十年强盛的机会, 而在空丧稳定之后,朱妍和石影选择了隐居。 白雪露是白家的庶女,虽然长得肤白貌美, 但是因为庶出的身份,却始终被人压了一等。 心高气傲的她不甘心,总是想尽办法对付嫡女, 而白王在意识到嫡女宅心人后,不是争皇后的料后, 便把希望寄托在了白雪露的身上, 于是白雪露开始处心积虑地为当上太子妃而努力, 但是石影心中只有朱妍, 爱而不得的她彻底黑化, 最后也是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 白雪英是白家的嫡女,未来的皇后, 可是她生性善良,不喜欢争斗, 所以总是被白雪露压上一头。 后来,她遇见了同样不喜算计的前太子石宇, 两个人一见如故,互生情愫。 可惜,娇人复国君袭来时,石宇为了护国而死, 白雪英生下了石宇的一父子, 在空桑国定之后, 石影扶持她的儿子当上了空桑的皇上, 而她自己则成为了尊贵的皇太后。 白燕是石影的母亲, 空桑的皇后, 她喜欢的是大私密, 可是因为白家嫡女的身份, 她不得不嫁给皇上为妻, 结果皇上就是个渣男, 宠爱娇人秋水, 根本不把她这个皇后放在眼里, 也不把她的儿子当回事, 最后为何保护自己的儿子, 她不仅毁了容, 失去了嗓音, 最终还吞叹而亡, 是个伟大的母亲无疑了。